前幾天 我的對手不然拋出來了 她說 接到民調電話一律回答 唯一支持蔡英文的選舉策略 在這裡 唯一支持是對手 在這裡 我要跟我的對手說 我也要跟她的支持者說 支持韓國不需要多多長長 因為我們的社會本來就是很多人的 對 讓你一聲告訴我 你還不可以太過分 但我才是拚老命 我只是一個不一樣 我拚一世人 從不動拚到有動 對有動拚到大家可以選總統 今天你看到國民黨提名 又紅又痛 如果讓他們回來 沒差我們拚一世代 所以我真不甘願 其實看到蘇貞昌這樣啊 聽說昨天因為蘇小惠也在嘛 好像都掉眼淚了 這種中間選民會受到影響嗎 會啊 你會感動啊 你看到一個72歲的阿伯這麼認真 阿伯 然後他在那邊講的 你如果完整去看他那個4分40幾秒的影帶 他是會打動人 而且我看今天轉傳率也很高 第二個 我跟妳講 情感跟情緒 常常是影響選舉最後階段最重要的 剛才是正向的情感 而且他 你不能發過頭 你如果過頭了那感動就沒有了 比方說 如果蘇貞昌在那邊罵桑山正 桑山正確實講錯話 那個感動反而就會減低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愛恨情仇是選舉最後最重要的情緒 愛恨情仇 那 剛才那個是正向的愛 那另外一個負向的恨 也就是 當國民黨內部都有爭議 比方說我看到李明顯也反對 我聽到好姐說要換 黃鴻斌也有意見 然後甚至於 最近用蔡振元 我看馬英九也有意見 因為蔡振元在山中間是有角色的 在這些有意見下 你丟出來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原來有邱毅 有新黨第一名的葉玉蘭 有吳思淮 甚至於葛永光的太太 葛永光是主張一國兩制 當這名單丟出來的時候 社會花然 但你先不要講綠軍的情緒 我看國民黨內部 有責任感的都告訴你說 這個不對 這個要調整 沒想到調整 這些天王罵的是要調整吳敦義 可是社會不接受的是 吳思淮這一類的人 那你不處理那個憤怒 從不滿變憤怒 不滿變憤怒的話 你光用聯合報 聯合報總不是綠營的媒體吧 9月份的政黨支持度 國民黨有59%耶 民進黨29耶 差30% 到了這個不分區自亂的一開始 一口氣掉30 變29對29 現在國民黨剩下20以下 那你不去處理這一塊 社會就會在那邊滾 完全不處理 所以我還要有 是確定之後 國民黨有一些 比較屬於意見領袖 都希望 是不是能夠叫他們自己退掉 到現在就不處理 那不處理 是不是有更大的壓力 來自中國的壓力 或者來自於 吳敦義自己私人不能說的壓力 就一定要放在那裡 所以當愛恨情仇 這兩種情緒都具備了 而且兩種情緒 對坦白講 對國民黨現況是不利的 而且沒有人去處理這一塊 你看起來韓國瑜好像是不滿 這個不分區名單 可是他不滿的是吳敦義 他誇獎 他甚至誇獎邱毅 誇獎葉玉蘭 所以他跟社會氛圍也是對著做的 然後我看到 吳敦義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去檢討這個名單 反而是重用蔡振元這樣子的人 把他拉進來 而蔡振元我們今年1月份 講三宗案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對馬英九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不懂 他在解決的危機是 創造另外一個危機 而且文也不對題 所以這一場總統大選 跟國會大選 今天過後就剩39天 我認為如果國民黨 在最後39天不去回應 台灣社會的擔憂的話 那你要善嫁吳思懷 那只好全民下嫁國民黨 可不可以 請問這個問題 請問一下 來吧 請問一下 詞曲嗎 陳返都 正名 這位是很酷 之前 把這道帽子